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语idol的第二把交椅 虽然每次都被爱奇艺在时间上占据先机 但是凭借着基础流量依然能够轻松地掀起热议 而随着《青春有你3》和《亚洲超新团》等 新一轮的节目消息逐渐曝光 《创造营2021》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额场携手大量的顶级艺人强势来写 此外呢外界有很多导师相关爆料 但是由于缺乏实锤 所以一直都没有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直到最近ERB空降《创造营2021》媒体间 终于有了打开画家子的突破口 作为韩国二代女团的佼佼者AMBER 毫无疑问是任何一档idol选秀的导师标杆 有她作证节目的专业水准将会直线上升 其实呢从去年《创造营2020》标醒了 宋茜就不难看出 额场在这块确实是下了血本 是要通过完美的导师阵容和《青春有你》系列一决雌雄 最后算我好不好暂且不停 光是AMBER加盟呢就已经有很大的开点了 相信这一次的《创造营2021》将会更上一层楼 值得一提的是AMBER同组成员郑秀金 最后因为这个疫情原因无法上岛 后续是否会通过联系方式加盟呢还不确定 目前已知的情况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护送到AMBER回国 至于郑秀金多半是没有机会出现在镜头前了 这点对于我们和其他粉丝来说还是比较的伤等 不过有坏消息自然也就有好消息 周深加盟《创造营2021》基本可以实锤 近日呢有大量的媒体曝光了 首席导师阵容其中包括了周震南 宁静周深等顶级唱将 而作为刚刚拿下多项大奖的超级行声带 周深果不其然又成为了广大网友热议的焦点 相关话题甚至快要超过主咖导师了 了解情况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随着周深的飞速发展 这几年他彻底成为了各类音乐综艺的从儿 几乎每次有新节目的曝光 周深呢都是你摇嘉宾李拔必不可少的名字 虽然有点怪羊头卖狗肉的嫌疑 但是自从中呢也不难看出肖战的号召力了 主办方自然是清楚这一点才会不断的消费周深 但是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鹅场这回是不声不响的直接把周深请走了 如果不是有工作人员爆料 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周深会和创造营2021扯上关系 据悉周深当众飙了一段海豚音 不仅既经四座 甚至还引发了小规模的骚动 可以想象场面一定非常惊人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剪禁到正片里 不过相信节目组为了收视率的考虑的话 应该是不会放过周深这段海豚音的 大家可以提前的期待一下 从中国好声音到现在的创造营2021 不得不说周深这个发展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他这两年简直就是像开了怪一样 而越来越红的同时呢 外界也或多过少出现了一些争议 尤其是频繁的跨界参加综艺 以及各种的话题热搜爸爸 都被质疑存在过度的营销 如今呢周深加盟到创造营2021 恐怕难免也会引起一些负面看法 但还是那句话 粉丝们一定要保持到理智的思考 周深加盟爱豆类的节目说到底呢 肯定是力大于弊的 虽然花语乐坛里面实力派最硬的一个板块 但是在这个领导至上的年代 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放弃营销和热度 周深固然很有才华 甚至拿下来年度最受欢迎的大奖 但是后续想要打破更多次元币的话 出现一档爱豆类的选秀 是最好也是最快的选择 毕竟这个是内于流量最大的一个选择 所以纵使会遭匪夷 但创造营2021 仍然是周深更进一步的最优选 相信等到节目播出 以终身的性格和实力 一定能够打消所有的质疑 最后看惯了小鲜肉的秀粉们 一位天籁之鹰 即将向您伸出魔爪 请做好被圈粉的准备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